这是一个沙丁鱼不要钱的小镇 蒸沙丁鱼煮沙丁鱼炸沙丁鱼 就连小朋友吃的糖果里都装上了沙丁鱼 由于小镇实在是太穷了 居民们为了活下去只能一口吞下 然而有一天 小帅发明了一个美食机器 不仅可以让天上下汉堡雨 鸡腿雨 橙汁雨 甚至还能下雪高雨 一时间 整个小镇上的居民们纷纷乐在其中 小帅也成为了当地的大明星 但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美好的食物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天小帅站在讲台上领奖 天空突然乌鸦成群 小帅意识到了不对劲 抬头一看 一个巨大的意大利面龙卷风忽然出现 人们被吓得四处逃窜 小帅见状以每秒99.9的速度 赶紧跑到了龙卷风里面 此时 他发现龙卷风里面的居民 还享受在幸福之中 丝毫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另一边人们在餐厅吃饭时 一个巨大的意大利面突然从天而降 整个城市也因为这场意大利龙卷风陷入了一场危机 小帅见此情景 赶紧冲回家 试图关闭美食机器 让他停止运行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镇长一言不合 就把所有机器砸了一个稀巴烂 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整个城镇 一时间 大街上到处都布满了不要钱的意大利面 正当佛波勒也一脸无可奈何之时 一个巨大的西瓜从天而降 瞬间摧毁了整个商场 而八百平方的学校 也被一张巨大的煎饼果子瞬间压垮 就连举世无双的巴黎铁塔 也被插上面包 远在八百公里的主持人也难逃一劫 面对这场美食危机 小镇上的居民该何去何从吗